今年51岁的朱克勤 儿孙绕心 家庭幸福 但有一个心愿 始终藏在这个被他视若珍宝的小布包里 他来寻找谁 这个小布包里又藏着他怎样的故事 有请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大姐您好 来 您请坐 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吧 您叫什么 从哪来 我叫朱克勤 今年51岁 我来自安徽芬南 我是来找妈妈的 在我的记忆中 我家有四口人 有我的爸爸 奶奶 妈妈 还有我 四岁的时候 那一天我妈妈帮我送到邻居家 就是说他要走亲戚 妈妈走的时候 我就不愿意让妈妈走 我就抱着妈妈的腿 那玩笑 邻居就跟我开玩笑 就说你抱紧你妈妈的腿 你要不抱紧你妈妈走了 就不回来了 其实在那一次走 一直都是没再回来 那后来您回自己家了吗 回了 那玩我笑 在我意识中我也不知道是妈妈走了吗 隔了几天 只是不回来 我就想 哭着闹着 就要找妈妈了 那玩笑的时候 然后就想 问爸爸和奶奶 妈妈为什么不回来 到今儿怎么也不回来了 爸爸跟奶奶就凶我 就讲不要找他了 他已经走了 都不要你了 你还找他干嘛 在我那时候 慢慢的也就大了嘛 我就不在奶奶跟爸爸面前提起了 我要是上门离家嘛 听着人家同龄里 还是妈妈心里特别难过 我就想嘛 我只要能提成 喊一声妈妈该有多好 我能叫妈妈抱着怀抱里的那种 智慧是什么味道 这个时候我也会想起来 偷偷的流泪 还不敢在爸爸奶奶面前流泪嘛 在我爸就岁的时候 我跟我爸两个混了五目地 我就逞去了这个家 我爸身体不好 我就是隔膜插羊 什么活都带我干 那插羊过后要打农药 那个农药箱有这么快 有这么高 那个转弯型有二三十几 那人人小 摆不动 就把那二凳子放到地头下 如果几只隔高一点 容易摆到身上 有时候累极了 如果就不想干的那小 我爸就骂我 说我干活不上行 不好想你干 心里觉得特别的委屈 心里想要是妈妈在 我能受这么多的委屈 人家像我同龄女孩子 来吵的时候 用妈妈的呵护 我谁呵护我呢 大姐来 猪大姐来 先擦擦眼睛 后来呢 在我八岁的时候 我在门口玩 我家来了一个亲戚 我就听她跟爸爸说 出去打工的时候 妈妈知道她在那里消息 然后她就坐船去 给我带了一个保护 你们有什么呀 当时很好奇地就撤开了 一套衣服 还有一双鞋子 那是我收到妈妈第一份的礼物 把衣裳也穿上了 鞋子也穿上了 就对人家偏呀 炫耀呀 那玩笑还穿一套衣裳 就很高兴的嘛 他妈说我家住在洞头 我都跑到鞋头去炫耀嘛 还想妈妈还是心里有我的 没把我忘记 不然我她不来给我带衣服来 那就是说妈妈其实 知道家在哪儿 也知道女儿在这儿 是吧 对 知道 那到底什么情况啊 在我12岁的时候 有一次干活嘛 回来走路过邻居家 那玩意的邻居们对我都挺好的 以为我没有妈妈嘛 就喊我进她屋坐一次嘛 给我弄点水喝 他就跟我讲 你看要是你妈妈在 该有多好 你不要吃这么多苦了嘛 当时讲了非常心酸 我就跑回家 跑回家 只有我小叔在家嘛 我奶奶和我爸爸也不在的时候 我就问起小叔 我妈妈为什么要走呢 我小叔就告诉我 你妈妈是你奶奶花钱买来的 哦 等于妈妈是被拐卖到你家的 对 在我17岁的时候嘛 我记得那是85年 沈南队递了这一红信 我一看那上面是写 上海寄来的嘛 上海寄来的 我就很好奇了 就查看信嘛 提一红信上面写着 客亲你好 我是你妈的朋友 我提你妈帮你写这红信嘛 问我过得怎么样 这么多年 她要成家了嘛 然后又讲 你需要什么 有什么要求 当时收到第一红信嘛 我非常高兴嘛 跟妈妈又联系了嘛 找妈妈就有希望了嘛 我就想着问妈妈 要妈妈的照片 我就写信回信带讲 阿姨你好 我妈妈一家身体怎么样 过得怎么样 你问我需要什么要求 我只想叫我妈妈的全家照 和我妈妈上海的住职 好长一段时间嘛 然后我收到了第二红信 当时拿信搞了写着 客亲你好 因为工作还忙 没有及时跟你回信嘛 你租信能提出药 妈妈的照片 就是您手里拿的这个是吗 这是我妈妈寄来的 信和照片 哎呦 信纸都 哎呦 这么旧了 照片在里面吗 嗯 上面是妈妈的照片 又这个照片很有年代了 八五年寄过来 对 您一直留到了现在 一直留到了现在 这个您收好 这个太珍贵了 您收好 这就是我的宝贝嘛 我看您拿个小布袋 一直装着 对 我妈妈家伙 也提起问我要照片的事嘛 当时 我很高兴地 就为妈妈照了照片 我们俩都上急诊嘛 上急诊烫了头 我是捡你短话嘛 穿了 毁肠的真气嘛 跟妈妈照了一张照片 我就跟妈妈回了信嘛 在信中 妈妈邀请客秦去上海 但是为了多病的爸爸和奶奶 她没有回到妈妈身边 可是没有想到 这封信寄出后 却再也没有判来妈妈的回信 从此 妈妈寄来的照片 成为了她最珍贵的宝贝 最后这红信带照片嘛 我就老是把她藏起来 我怕我爸跟我奶两个 卖把我手去了嘛 我就想着 这红信我来保证好 我要不保证好 就彻底死去联系 有时候还在身上 有时候晃得下来 就抱在心上里面 本来是挺有希望的 又成了死亡 八九年的时候嘛 我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嘛 在我结婚的偷天晚上 就是我们那农村嘛 都是陪嫁嘛 然后我就想到 这妈妈的照片 是我唯一的宝贝 我就把我妈妈的照片和信 偷偷地揣到 我的那新衣服口袋里边 就转到了想着那边 就陪我一起嫁过去了嘛 当时呢我的心就想 就是再陪再多的嫁妆 嫁妆也没有我妈妈的照片 很宝贵嘛 这是我唯一的希望嘛 91年省了我的大儿子 94年 我有领了一个小女儿嘛 在一周日 两三个月的时候 我女儿省了一场病嘛 用药不当 刀子弄牙 那完之后我才二十多生嘛 不懂得什么叫带孩子嘛 我又想起了妈妈 要是妈妈在我身边 感觉多好 看看妈妈的照片 想起了妈妈 我要坚强起来 为了我的女儿 为了我的孩子嘛 我要是到了 我的孩子怎么办 我只要死去了母亲 我不能叫我孩子也是 我就震着了起来 我就四处打听嘛 哪还有龙牙学校嘛 我打听到就是 翻南十八种那时候 有一个龙牙学校 三后就把我女儿送去 送到那十八种上学了 我就在想 我要平民地工作嘛 为了孩子上学嘛 一来一回 路费也挺贵的嘛 在我们农村也是 户担挺重的嘛 有压力 有压力 然后我就想念找活干嘛 有一次 有一次我在 我在帮人家下工地下沙子嘛 不要心 被车门都扎到 哎哟 我走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走离那车太近了 那个车都一倒下来 正好走着踏下来了嘛 走着扎下来的 扎到背上了 当时就把我拉了语言一叉 脑骨三根骨折 脊椎骨也骨折 那这人就动不了 就得瘫在床上 对 我在床上平躺了两个月嘛 哎哟 那两个月的时候 是我最煎熬的时候 我想起来我就哭了一场 我就叫我老公 把我妈妈的照片拿给我 给我搁到床上 想着就对着照片 跟妈妈讲 妈妈你到底在哪 养活员过后 能起来走了 养好了嘛 又开始干冬活了嘛 慢慢的又振作起来了 有大人还有孩子 要趁去这个家 在我 在小 我女儿四十岁那年 行进屋我不去接她吗 接她回来的时候 她跟我比大手语嘛 大手语 对 我那时候又没学过手语 我哪懂呢 她比来比去指着我 就像这样比 我不懂呀 她急了 大手呢就是 喊一句妈 就是喊你不这么清楚 就是了 在我心里 非常的高兴呀 我的女儿没喊过我妈妈吗 就用那种方式 收鱼的方式 喊住了我的妈妈 我感到心里 非常高兴 我又想起我自己的妈妈 我想我要能请过 喊我的妈妈 喊一次妈妈改有多幸 所以这是您这么多年最大的喜悦 在没有妈妈的日子里 妈妈的照片给了她力量和勇气 从未感受过母爱的温暖 她把最好的爱给了自己的一双儿女 努力做一个好妈妈 为了这个目标 她一直在坚持着 如今儿女都已成家 有了幸福的生活 她也收获了更多的幸福 对妈妈的思念 却始终未曾减少 朱大姐这五十年 过得非常的不容易 从小就受了很多的委屈 但是我想问一下朱大姐 就是小时候 你就有了妈妈的地址 后来你没有想 再尝试去上海找妈妈吗 我也想过 我也为妈妈考虑 我想她现在也成家了 我想妈妈也有妈妈的难处 就是上海有个落户的 在我们这边 她回上海的时候 我就叫她给我打听 回头来她告诉我 没打听到 我想妈妈也已经指了 我们这边地址 她要是没有难处的话 她会来找我的 我怕打扰她的生活 替妈妈考虑 替妈妈考虑 妈妈也有妈妈的假 这件事特别让我们感动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孩子跟父母的这种感情 清清是天然的 可是看朱大姐 在这个时候还要替妈妈考虑 当年她是被拐卖到这个家的 我现在皇子也有了 恶女也成家了 我一个心愿嘛 就像我见见我的妈妈 见见你的妈妈 对 现在知道她过得好不好嘛 身体好不好 如果她过得好嘛 我也在这祝福她嘛 如果她过得不好嘛 我也随时能可以去照顾她嘛 我奶奶跟我爸爸都去世了嘛 我也知道这是奶奶和爸爸的错嘛 我在这替爸爸和奶奶 向我妈妈说一声 妈妈对不起 这是爸爸和奶奶的错 不是你的错 其实你女儿挺想你的 想见你的 我们知道了你这个故事 也知道您现在的心愿了 我们来听听几位嘉宾好不好 好 刚才朱大姐有一句话说 想替她的爸爸和奶奶 跟她妈妈说一声对不起 其实她说这段的时候 我感到特别地难过 也很心酸 我觉得应该向你妈妈道歉的 不是你 应该是你的爸爸和奶奶 她们因为收买被拐的妇女 她们应该受到追究和谴责 而你和你的妈妈 都是拐卖犯罪的受害人 因为你父亲和奶奶 这么一个收买的行为 才导致你从小失去了母案 朱大姐真的很善良 你是一个很懂事 很孝顺的女儿 也是一个很棒的妈妈 谢谢 这是一种特别令人心疼的一种煎熬 但是我们非常高兴的是 她煎熬成了一种力量 从妈妈的照片 一张照片里得到了一种无穷的力量 支撑了自己的家 养育了自己的儿女 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母爱的伟大与坚强 所以我希望今天这个妹妹 更勇敢 更坚强一点 你可以大声地喊一声 妈妈 我想你 妈妈 我想见到你 好不好 好 我们鼓励你 妈妈 我想你 我很想见到你 加油 朱大姐 我们都给你加油 都给你加油 好 那朱大姐 接下来我们勇敢地站起来 看看爱惜军人团 我们怎么帮您寻找的 来 有请 专阿姨 您好 我是等着我学人团的李七月 您在等着我用媒体平台上发布的 想要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 我们已经收到了 您提供了她的名字 以及她大概的年龄是72岁 现在可能生活在上海 根据以上信息 我们立即点击到了 相关警方和志愿者 展开了寻找 您母亲信上说的地址 原来清浦县 现在已经更改为清浦区了 但是信上的地址呢 已经找不到了 我们已经联系了 当地的志愿者 到您母亲信上所提的地方去走访 接到寻庆任务后 我们立即组织上海市资源者 根据您提供的妈妈年轻时的照片 在清浦区及周边进行大作为的走访 加油 等着我 老妈 谢谢您这么多年 为家里的付出 谢谢您 这次不管结局如何 我只希望你以后开开心机 求你吓死我 瞑ties我 不用多年 不用多年 我 SOLO COM 老妈 加油 我们看到了孩子对妈妈的爱 孩子对妈妈的想念 所以虽然朱大姐 今年已经51岁了 但是她对妈妈的爱 她对妈妈的想念 也是这样的 四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今天把这份爱续上 好吗 好 好 待会妈妈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大声对妈妈说 妈妈我爱你 好 加油 来 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打开希望之门 我爱你 我爱你 好 朱大姐 希望之门就在眼前 很有可能妈妈就在门后 幸福就在门后 好 大步地走向希望之门 好 来 我以为四十多年都没喊过我妈妈 还是在我身体之前喊过妈妈 在身体之后没喊过 真正喊过妈妈 只能看看照片上的妈妈 从来没见过真实的妈妈 我又是见到她 就是我最大的梦想 最大的心愿 为园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开门 现在妈妈年龄也大了 话不懂我了 我想叫我妈妈给我打大的拥抱 到底托到妈妈的怀抱 是什么让你稳难 我要是什么让你滋味 我以为 Wallace 杀教杀教杀教练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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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媽媽 我的小妮 媽媽 我的小妮 我要活了 等一下 每一天都想你 我忠不住再找你 我忠于见到我的爸爸 我忠于见到我的爸爸 我忠于见到了 妈妈七十多岁了 妈妈七十多岁了 不能这么哭了 你缓缓 慢慢走 慢慢走 别太激动了 这位老母亲来慢一点 可以吗 阿姨 可以吗 没事 待会儿你坐一会儿 慢一点 坐一会儿我来跟他们说 有个台阶 我们上来坐一坐 让妈妈也平静平静 然后妈妈抬抬头 平静的话 看看这个女儿 上一次您见她 已经是四十多年前了 七月先简单跟我们说说 我先告诉朱大姐 妈妈呢 是在一九六四年的时候 也就是她十六岁的那一年 被拐到了您父亲的家里 一九七四年 也就是过了十年之后 她被解救了 后来你也看到了妈妈 给你寄了照片 对吗 妈妈后来 在上海又结婚 其实妈妈的心里 一直都非常非常地惦记你 想念你 妈妈的选择是对的 都是我爸爸奶奶的错 安姨您自己跟女儿说说吧 现在可以说了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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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哪一天不想你 天天都在想你 我也想着回去找你 但是我也不敢回去 怎么感到那个地方 正是最下人 最终生难忘的地方 是你最伤心的地方 天天哪里 我看见人家小孩 就要想起你了 你毕竟是妈妈 身上掉下来的肉呀 我能不想你吗 你说 所有这些年都在 对 想着找你嘛 我也知道理解你 我知道 你也有你的苦衷吗 我想找你 我也不敢回去 也不 后来呢 就 我也成家了 在家里 那边也不知道 我也不敢去 给她们讲 这个是 最大姐 我一直记得你的那个 就是你的名字 你的那个地址 我也一直没忘了 妈妈其实一直都记得你的地址 这个本子是妈妈一直珍藏的 也是她最重要的一件 这个连我出嫁的时候 我都带上 是我最最美的保密 所以知道了吧 周大姐 真的是妈妈的 心甘宝贝 未来希望 是 我最美的保密 我最美的保密 在家里 我最美的保密 有什么保密 可能 所以我这么高 我会评论 我最美的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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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祝福这对母女以后的生活更加幸福平安